美国总统拜登与前总统川普上次辩论会后就未曾在相同场合出现 在彼此支持者中仇恨值爆表的两人将于美东时间今晚9时再通台 美国历史极少出现现任与前总统交锋的大场面 选民期待和媒体关注都趋升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首场电视辩论 少见的在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确认候选人前举行 两位辩论者都有高昂的性质提前对垒 都急于说服选民现在美国社会与国际情势已近费昔比 自己才是能够拯救国家甚至世界的领袖 选民期待及舆论关注都升至最高点 川普于2021年1月6日国会山庄暴动后拒绝承认选举结果 缺席拜登就职典礼 美东时间27日晚间的辩论是两人2020年10月第二场辩论后 首次通弹 由于两阵营的国家未来和政策方向落差巨大 支持者情绪高涨 华尔街日报报道 这是1950年代后 再有连续两届相同总统候选人组合同场辩论 更是130多年来再有现任与前任总统较劲的大场面 由于两人上届选举已经两度交锋 近期美国媒体回溯当时双方的表现 川普在首场辩论口莫横飞 时间到了也不停嘴 拜登不客气回家 你就不能闭嘴吗 如今两人都带着执政表现及包袱上场都打算 让全美和全球上亿观众评评理 这场辩论看点与议题很多 最重要的还是镜头前无所遁形的个人形象